拒绝领奖的演员 因为外国进口玩具涌入市场 被称作香港椰菜娃娃之父的富豪李明阳 在他75岁高龄的时候选择进入娱乐圈 他在《笑龄小子》中扮演方丈 《笑龄小子2》这新乌龙院中饰演长眉大师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还凭借《龙明》又森当中的表演 两次获得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不过他从来没有去领过奖 他表示自己不以拍电影为追求 只是因为内心的热爱 李明阳一生孤寡 把自己的积蓄都捐给了 越南难民营的孩子们 他也被评为中国香港时代演艺名人之一 高苍健一生拍过200多部电影 第36届日本电影学院奖 发布获奖名单时 他因为主演《至你》 第四次获得该奖项的最佳男主角 高苍健2002年凭借《萤火虫》获奖之后 就表明自己拒绝领奖的意愿 因为已经拿过各种各样太多的奖项 就算不拿奖 还是会作为演员继续努力 但奖项对于年轻演员来说是一种鼓励 他希望能够把奖让给年轻人 他在拍摄封笔制作千里走单季的时候 张艺谋为了照顾他的身体状况 先拍了他的戏份让他回去休息 高苍健觉得所有人都在工作 自己不能走 远远地站了三个小时 等剧组人员收工之后上了大巴 他向大家鞠了一躬后才会酒店休息 《战狼2》最终的票房高达56.7亿 这部电影虽然获得了不少奖项 但韩金亮的大奖却一个都没拿 冯小刚甚至在出席金马奖的时候说 对于今年金马奖我拿不拿没有什么意见 但是《战狼2》作为亚洲票房第一 却没能拿到一个奖项 这要是在国外拿了奥斯卡奖 该有多打脸呀 就是在国外 《战狼2》拿到了日本东京电影节金鹤奖的 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奖 最佳男主角 但是主创吴京直接拒绝了这个奖项 称 我是中国人 指领中国的奖 这是 可以 我们